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生的孩子就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几率会有这个严重的血液疾病 所以检查单一基因非常的重要 在白人的足异之中 重点要检测的是囊胞性纤维症的基因 可能性大概是三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一对夫妇的精子和卵子都携带有囊胞性纤维症的基因 出生的孩子就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会患有囊胞性纤维症 所以通过基因测试 我们可以控制或者限制 因基因异常而生出有缺陷孩子的几率 并把这个几率降到最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